今天是因為我們林董 召集了債權人來做一個要怎麼樣的處理 希望大家不要再擔心的事情 因為我們林董要我做的工作 我們似乎是因為老人家年紀比較大 所以有些趕不上的進度 所以林董今天做了 林總裁今天做了一個重要的處理 我們剛剛也獲得了債權人的同意 至於內容是什麼樣 我們請林董才能打說 因為長時間以來 之前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開了一個記者會 就是承諾了大概就10月的部會 會處理這些問題 那因為碰哥的那個整個演藝失業 然後就也因為身體的關係 就是那個健康問題 還有就是之前的工作一直接不來 然後也到了一個年紀 所以真的有些事情是力不從心 那力不從心 就是趕不上所有的工作的進度 那趕不上 那與其這樣子 那每個月 有些災務人就打來問 那我也覺得 覺得這樣子事情有點太煩了 那乾脆我就今天我就做了一個決定 這個決定應該是在前幾天 把這個決定做一個徹底的解決 然後我們今天跟債權人 所有債權人協商 他們也同意 也都同意了 那同意之後 那這個碰哥的債務 就一切有來協商的 全部都已經歸零了 就沒有在外面所說的欠什麼債 如果外面有再講的 那個都是一開始就不來跟我們協調的 那有協調的部分 我們就全部今天一次處理 就是所有的金額 我給他們 再給他們20% 那其他 其他就是用我的 之前我在闢礦投資的股票 我轉換給他們 一些股錢 我就其他的 我都全額 轉那個股錢給他們 所以就是 他們也認同 那認同就是 也認同我們這家公司 認同闢礦 那大家 對於我們這樣子的決定 也非常有信心 也對公司非常有信心 那這樣子的處理 畢竟對他們來講 就是至少 唉 我有東西在手上 那未來 我也隱諾他們 如果公司在 你們覺得缺錢或怎麼樣 你要把股錢 再轉讓回給我 我就是可以原價 回購 大概今天的處理方式就是這樣子 那之前有協商的 就已經所有的債務都已經歸零了 跟大家報告一下就是 以上就是 有協商的都已經歸零了 那未來 如果還有一些風聲 說什麼 碰國又欠他錢那個 那個之前已經沒來協商 既然已經沒有要協商 我們就沒有再處理 所以外面如果再有傳說 他還有債務沒有處理 其實這個就是 之前沒有來協商 我們就已經就放棄 他們就已經放棄這個權利了 那今天我們就把這個事情 做一個告一段落 那以後這一年多也辛苦你們這些媒體朋友了 那今天就把這個事情完全高一段落了 所有的債都完全歸零 我們也祝福碰國身體健康 那未來也沒有壓力了 做事情來可能會比較 比較輕鬆一點 也不用再 對於任何的債務 要去解釋什麼 我希望 各位媒體就是之後的那個 說還有什麼債務 我們這邊已經就是告一段落了 我本身也承諾了我要做的事情 我也承諾了做了給大家 那今天就是給大家一個見證 那也謝謝大家好不好 一年多來謝謝大家的幫忙 也謝謝所有在成人的寬容 雖然之間有一些風風雨雨的產生 但是這是難免的 當然我年紀也不小了 但是我們會朝著 另外一個方向去做演藝事業的合作 希望在林董才來幫助一下 也不能讓林董才一直這樣子 胡子盡力在負這個責任 所以我會必須負起我的責任 謝謝大家 那今天就真的很謝謝大家 麻煩就是之後外面如果再有那個 另外再傳的事情 那就我們真的就是已經都處理好了 因為債權人也不方便露臉 那基本上都卸掉好了 所以應該就沒問題了 那之後就沒有在這個 這個事情就告一段落了 也希望大家不要來追這個事了 好不好 謝謝你 請問一下今天來的債權人有多少 然後血量的金額有多少 那之前有提到總債權人有50人 那所以今天有到50個人 沒有沒有 今天來的大概有9個人 來了9個人 那其他都有跟我有通話 那通話我們基本上也都協調好了 都協調的差不多了 所以他人沒來跟他接受這個方式 對對對 也就是有直接跟我講 直接看我這邊怎麼處理 就怎麼處理 那也因為這些債權人也很配合 那金額就是如同我之前講的 就是有來協商的那1億多 大概1億6左右吧 1億6左右 那我們現在的總處理 總共就是1億6 所以你懂1億6都是用你的火票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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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總共有20%的現金 那其他 對對對對對對對 總共有20%的現金 然後就是其他股票 然後之後我會他們不想要的我可以回購 那幫我問一下 就是說林總那樣幫你處理 第六的你現在手上還有其他負債嗎 那個親友的部分我自己來跟他們協商就好了 這個不應該讓總裁來負責這個事情 那親友的部分大概有多少錢嗎 那個不大 那個真的不大 然後親友們大家也很幫忙 那我也在演出他們也看得見 所以大家其實沒有那麼樣的 就是會等我 金額不大有過千嗎 有怎麼過千萬 千萬大概在一千五百萬內吧 還好還好 那有多少 多少人喔 親友的債人 三十個左右 所以你有信心可以把這些錢團 這個沒有問題 那碰口這個人情債你要怎麼管理總 我們接下來會做很多很多的奉獻 盡量啦 就是我處理這個事情我也就是放開了啦 因為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 就好像我們之前談了幾次的代言 結果因為碰口的健康問題 這些代言我也都退回給人家了 你們也都看到了 你們也都看到了 沒有一個代言有出來 只有好像有一兩個而已 但是結果沒有那麼就是 那麼那麼如意期啊 那以其這樣子 因為我當時也是在大臨廣控之下 承諾了這些人 那我也應該要負起這個責任 那願意賭輸了就要認 那今天就是把這個事情做一個圓滿的 結果把它處理掉 結果往後就放過賺多少是多少 畢竟是已經到一個年紀 到一個年紀 這個是歲月不勞人 也沒有辦法說 真正我想要達到一個 很好的一個結果 那不一定會有 所以很多計畫都是趕不上的 還有什麼問題 所以主要是體力跟無上工作的進度嗎 還是有其他的這個健康狀況 是怎麼樣可以跟我們說明一下 當然體力以60多歲來講 體力已經是一個 可能用想像的 比方說現在如果一天的熬夜 可能需要三天的復活 不像年輕的時候 那現在大家知道大環境也不加 加上疫情的關係 其實演藝圈的衝擊是非常的大的 那將來如果疫情能夠緩和下來 光靠目前的表演 要去賺這麼多錢 其實是困難的 就算它是一千萬兩千萬都是困難 那我們會朝著 跟林總財政院有規劃一些幕後的東西 不管是影集或是什麼 我們會準備 其實已經開動了 用這方面的來可能會快速一點 就是不用在本人去那邊烤烘爐等等的 可能會快一點 就是所有的工作 我們就是用盡力兩個字 因為等你到那個歲數你也知道了 真的有些東西是利不從心 那我也一直逼著碰個也不是辦法 等於是變成一個沒有動力 反而壓力更大 那我希望就是說 這件事情如果告了一段落之後 它的動力會比較有一點 壓力就減少了 壓力減少的情況下 人就會活得比較快樂 比較輕鬆 做幾事情來會比較容易 那你如果說 一直 這些債錢 給我的壓力 我給它的壓力 一直也沒辦法成長 那只有 也造成大家社會上的困擾 就是每天再追這些債怎麼玩啊怎麼玩啊 那我也希望一些酸民也不要再酸 有的沒有欠你錢 你酸人家也沒意思 那今天我們就把這個錢 債務全部告一段落 那你們也不要再酸了 酸了也沒用 那我希望就是說 透過你們 讓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事情已經圓滿告一段落了 完完全全 未來 除非碰我再去借錢 他再去借錢 我講真的 我真的沒辦法 我已經 已經就是盡 盡我所能了 盡我所能 把這個事情已經把它處理成這樣子 那相信 因為大家都能體諒 也多多體諒 就是碰國 讓他認真去工作 不要再酸他了 讓他好好工作 人做多少是多少 人賺多少是多少 我也不奢望他能 能 還我多少錢 我講真的 以他現在的情況 我也不奢望他能 還我多少錢 就是希望大家就是把事情就是圓滿告一段落 事情總是有開始跟結束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這個事情結束掉 不要再造成大家的困擾 也不要造成浪費這個社會資源 希望大家就是 不要再就是有這個爭執在了 還有問題嗎 那個不關於這些問題 不關於那個是跟銀行的關係 其實是 包括上次什麼 兒子被查封社民之一的事情 那已經解決了 那已經解決完畢 對 沒有 房子方面沒有任何的問題 副國際的心情 不在意生氣 沒有沒有 反正是我覺得 我覺得就像您講的人情債 其實更重 對 而且 我這個年紀 我們共識就是說 那就盡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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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我等於是七天要七天都stand by 的意思 除了原有的節目 那我們這邊 也準備要開啟拍攝 大概下個月就會動 同盟總裁看得起 我是導演 那我們會有 然後再把工作分配的平均一點 至少不要讓自己的體力消耗 不要熬夜的東西 其實還好 OK 好 沒有問題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